Hello 大家好 疫情三年以來大家都很辛苦 來自公務員團體直選立法議員高天賜 要求政府加公務員工 過去三年疫情第一線的前線及基層公務員 為全澳市民提供全面優質服務 特區政府有需要針對他們的徵求狀況進行規劃 以微補他們失去的購買力並提升他們的士氣 鼓勵公務員為港大市民提供更高質的服務 高天賜說現時生活質素及物價大幅攀升 政府應該調整本號前線基層公務員的薪資 並且在明年2024年財政預算案提出調升方案 同時透過調整相關人員的家庭及房屋津貼 舒緩經濟壓力 高天賜說很多公務員退休和離職後的空缺 一直未能得到填補造成工作量大增 甚至要超時工作 政府應該盡快填補空缺職位 讓澳門年輕人有更多就業機會之餘 同時亦避免在職公務員 因為繁重工作任務過度操勞影響健康 他說物價大幅上升 政府在今年沒有繼續派消費卡 以微補市民失去購買力 讓普遍市民的經濟壓力與日俱增 同時日常生活用品、食品價格大幅上升 讓本地家庭的經濟壓力亦顯著增加 澳門市民在失去購買力之餘 薪資未能跟隨經濟變化 普遍澳門居民承受沉重的工作壓力 大量基層市民由於無法負擔在澳門居住的日常生活開支 只能搬到珠海住或幾乎每天去拱北 買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這種消費轉移情況 進一步造成澳門更多中小微企失去生意 面臨結業風險 高天朝說香港政府有意調整公務員的薪酬 分別針對中基層公務員薪酬調升4.65% 以提升公務員的士氣並保障他們的生活質素 這種做法得到香港18萬公務員的普遍支持認同 澳門政府應該考慮參考輪浮措施 保障澳門公務員基本的生活質量 科普一下澳門公務員的薪酬點金額 至2020年1月起由88元調升至91元 至今三年都沒有加薪酬 保持每一個新封點都是91元 OK 這一集就看到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視頻 截圖而為馬 多謝你支持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